停车 怎么了公主 我肚子饿了 快点找间客栈来休息 天字还早 我们还可以赶路呢 公主 您先忍耐一下 我们已经到中原了 你们想叫我挨饿 让我累死对不对 你想说什么呀 不如先吃点干粮吧 呸 你耽误什么人啊 这些垃圾 拿去喂猪喂狗还差不多 你太过分了 你知道吗 这些干粮很多人吃不上 你还嫌淡嫌似的 我是谁 你竟然拿那些人跟我比较 你 算了月儿 我们就遂公主的意思吧 小二过来 快给我来一桌上等的韭菜 还有 已经极品女儿红 快去快去 你随便点几个菜就行了吧 盘缠都被你用光了 那有什么问题 我长途跋涉的跟你们走 难道还要让我吃苦 你们要是服侍不来 就干脆不要管我 丢下我一个人好了 酒来了 好 少喝点儿 来 一大哥 我叫你陪我一起喝 来 干 你干嘛无缘无故的动手打人呢 是不是怠慢了几门客官 你看这个笨头笨脑的东西 给我弄的什么破菜呀 这些粗菜怎么叫我下得了口 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竟然连本姑娘高贵的身份也看不出来 要不要我告诉你我 算了算了 对不起 这只是一场误会 哼什么误会 我到现在还会是肚子呢 那你想吃什么东西 听清楚啊 我要吃 肘子翅 驼蜂和熊掌 什么 老板 这些东西有吗 有 都拿一份来吧 好 什么肘子吃啊 我们的盘山已经用光了 哪有钱给它乱花呀 你干什么易大哥 这可是你家传的宝玉 你该不是为了那个疯女人 要把她给卖掉吧 现在我们已经身无分文了 况且我们还要带公主上路 我只能把她押在这里 然后再做打算 我给她带到过去 打算 打算 完了 我们在这样的路口 没想到 我们打算